今天和昨天偶遇的那个鼓手猫猫已经约好来俄海边约会了 现在到了我们相约的地铁 他说他在那边等我 我过去看看他来了没有 然后租了一辆自行车 刚好可以带他 我觉得这样挺浪漫的 然后还有一把花等一下送给他 哇兄弟们这个地方好美 给大家看一下 附近还有人在这里拍婚纱照 然后这里是俄海 那边是沧山 非常的美 前面有一个女孩子不知道是不是猫猫 走过去看一下 真是猫猫 猫猫你好 来了啊 哇你那穿变装好好看 你居然认出来了 我以为我不穿民族风 你不认识了呢 认识 我觉得你穿变装更好看 你嘴巴太甜了 你看今天好漂亮 对好美啊 想不到你这么准时 因为我以前和别人约会很多 她女孩子要故意迟到一下 我可能不喜欢别人等我吧 哇太好了太好了 来这个是今天准备送给你的花 哇谢谢 哇感觉这个花和你今天好搭配 那你等一下一定要给我拍几张照片 好没问题交给老周吧 你看这个是我今天租了一辆自行车 我觉得我骑着带着你 我们逛一下俄海 找几个漂亮的地方给你拍照拍视频 好 你不介意坐自行车吧 不介意 我觉得坐自行车的话可能感受更不一样 我喜欢坐在自行车上笑 好也不坐在宝马上 海鸥海鸥你真来呀 欢迎来吃小饼干 可能他们看到你害羞 不好意思过来 没有海鸥 好可惜 可能海鸥要下午才能过来 我们来的时间点有点不对 走我们去喝咖啡吧 来我牵着你的手 这里小心滑啊 来猫猫你看这家咖啡屋 叫心底 心是爱心的心 底是抵达的底 对很美美在这个俄海边 我们找一个舒服漂亮的位置 坐下来 谢谢 你昨天请我吃饭 今天我请你喝咖啡 哇你这么客气 必须吗 有来有往 谢谢谢谢 哇 这个就是你的招牌笑 再来一个招牌笑 超美 老周喂你吃一口 好 老周你看 老周的眼里 而且今天的风景只有你 呵呵呵 你就说这里最美的风景好不好 老周你觉得旅行给你带来的改变有有哪些啊 啊我觉得我自从旅行到现在了啊 我我我我变得更包容了就是我可以接受很多以前我接受不了的事和以前我很多没有办法容忍的事情然后我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让我自己随便发火之类的然后我也接受了很多人也学会了他们很多人的这个相处方式也遇到了很多我的老师和贵人那说明� 带给你的改变还挺大的所以我觉得我就变成那个越来越简单越来越纯粹的人了而且更坚定了自己内心想要什么然后会更坚定的去追求真的对呃从庸俗一点的话来说啊也实现了我的财富自由和我追求人生啊自由的这个概念啊所以我现在活得很随 别心所欲啊也没有很大的欲望但是我的精神生活还是物质生活现在我觉得还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特别喜欢和享受我现在这个状态我想一直保持下去 一句话介绍就是有能力过上自己想要的那种生活那我的说完了以后那你也说说你旅行给你带来的改变有哪些呢 旅行带给我的改变啊其实你知道吗我以前念书的时候就是十八二十岁人家都说女生的 黄金年龄十八十岁那个时候但其实我内心是非常自卑的我就觉得害怕自己在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利谱 然后也没有能力能就是让自己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后来开始旅行之后就是我发现把我放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很好的生存下来 那个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就有了底气就是你的那种内心的强大是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因为你觉得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生存下去你就有了那个自信和底气来去面对这个世界 因为虽然世界会发生很多陌生的你不知道会遇到的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你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但是你有了那种自信和底气之后你就不会害怕了因为你觉得不管生活让你遭遇什么样的事情 你都有能力去解决去应对就是你的内心更强大了 对然后也变得不那么在乎其他人的看法了也不害怕面对衰老了 因为很多女生不是说害怕到了30岁吗30岁觉得女人老了之后就会感觉 对社会来说一个女人如果像有些人喜欢我们就觉得怕女人越来越衰老了你就在这个社会就会慢慢被淘汰掉吗 但是我觉得年龄的增长跟这个人生越理是让你变得越来越成熟 然后能力也越来越多然后你就更能去有自信去面对这个世界了 对我觉得一个内心有能量的人可能他更吸引人吧我是这样觉得 所以我现在就是安于当下不管现在过什么样的生活我都不会觉得很焦虑 因为我以前也在路上旅行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去了几十个国家100多个国家 有的时候你停下来之后你看到身边的人还继续在路上啊 如果是我以前的时候20多岁的时候我会很焦虑 会觉得哇人家都去了那么多国家我还停在原地不动对不对 我还停在这个地方还没有走但是我现在不会因为我觉得怎么样都是经历嘛 对不对我就是会非常享受现在停下来的时候生活 然后我觉得等我准备好了我又想出发了我又可以重新出发 对我觉得既能停下来又能继续出发这个才是最好的状态 对因为我走出去过我知道我自己想要出发的时候随时都能出发 对对对因为我不害怕其实人最难的是第一步 像如果有些朋友从来没出去自己一个人单独出去旅行 他会害怕一个人走出去那个是最难的等你迈出了真正迈出了第一步 你会发现后面的所有的都会很简单 最难最难的就是第一步走出去的时候 对不管是社交也好旅行也好甚至工作也好甚至爱情也好 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第一步是最难的 当你踏上第一步的时候你已经在路上了 我觉得享受这个状态就好 不要去太太太太去在意结果啊 太去在意结果的话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痛苦 那你现在你又开了客栈 你又喜欢旅行有没有想过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伴侣 肯定是三观一样啊 然后也是内心比较强大的人 就是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环游世界 然后一起能享受在路上的那种感觉 当然如果有找到一个非常喜欢的地方 然后也可以想要在一个喜欢的地方 慢慢的生活一段时间 就是能走出去也能停下来那种 我发现像我们这一类人想的基本都一致 感觉应该归宿我们应该算是一类人 哈哈哈应该是吧 不然我们怎么能就是一见面就这么聊的来 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能一起拍出这么多好看的视频来 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非常美妙的缘分 相见恨晚 对对对 好多我朋友约了我我要先走了啊 啊你现在就要走了吗 啊对 这里好看的风景还没出现你要先走了 啊但是没办法因为也是提前约好了的 哎呀 那我先走咯 那男的还是女的呀 你猜 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个 你明天不是要呃回绿江吗 对啊 刚好我那个朋友我已经答应他要去了 到时候我就 那我又可以搭你的车回去吧 对我就给你搭顺风车回去吧 好不好 好的 那大概明天几点钟走我们 明天晚点我给你发消息 好的好的 嗯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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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